欢迎来到他乡明月 听三小姐给你讲述一个真实的美国 嗨 听到我是你的亲人和朋友 这个星期你过得好吗 我是三小姐小丽 今儿已经是腊月二十七了 马上就要过年了 你放假了吗 春节打算回家吗 哎呀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 我就特别羡慕能回家过年的人 我们自从出国二十多年了 就没有回家过过一个年 因为美国春节不放假呀 就像我当老师的 连请假回国都是不可能的事 我不能把学生丢下几个星期不管呀 说起来每年到了这个季节 国内的人呢是欢欢喜喜过大年 那我们在美国生活的人呢 差不多也就到了开始准备一年一次的报税了 前两天我刚从学校拿到了我的W2表 这个W2表就是在美国工作的人用来报税的时候 最主要的能够证明你个人收入的一个文件 你知道在美国做什么都要交税 买东西有消费税 买房有房产税 那个人收入税就是更少不了了 美国人呢每年都要报税 我今儿就简单的来聊一聊美国的报税吧 那美国人的个人税呢主要有三个方面 个人收入所得税 加遗产税 加赠予税 对 你没有听错 在美国 父母留给孩子的遗产 在很多州是要交税的 那遗产税呢有两种 有些州收 有些州不收 有些州呢只收一个 有些州两个都收 每个州都不太一样 但是大体来说 按照金额的不同吧 税率从18%到50%不等 还有啊 你要给别人送礼物也是要交税的 当然这个不是说你随便送个 什么生日礼物啊 节日礼物呀都要交税 而是指特别大金额的那种赠予 比如说去年吧 超过1292万美元的赠予 才开始收税 那赠予税的税率和遗产税是差不多的 嗯 其实你看 赠予税那都是有钱人的事 跟我们这个普通公息阶层是不相干的 所以我今儿下面主要要聊的是 个人所得税 这件事情呢 关系到在美国生活的每一个人 不管你是不是公民 那什么是个人所得税呢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指 你所有的收入都得交的税 是所有的收入啊 不仅仅是指工资 还包括福利啊 网上卖货的收入啊 你的兼职啊 小费啊 还有股票的收益啊 银行存款的利息 合伙的风红 你房产的租金 退休金的收入 还有叫什么 博弈获利 这个博弈获利 比方说你中了彩票 就算是博弈获利 那中奖的钱越多 交的税也就越多 而且特别要提一句的是 这个个人收入是指 你在全球范围内赚的钱 当然这一点其实是更针对商人了 但是工薪阶层也有可能有这种情况 比如说有些华人 他在美国生活 但是呢在国内做兼职教授什么的 那他在国内赚的那部分钱 也是要交税的 我觉得去年好像就看到一个新闻 是说一个中国人 没有申报他在国内的收入 被别人给举报了的 那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在美国需要报税的人都是谁 简单的说 只要在美国工作 并且赚取了一定金额的人 都必须交税 不管你是谁 是什么身份 是不是美国公民 这一点其实倒还挺公平的 公民和非公民是一视同仁的 并没有对外国人 额外增加一些税款 当然实际上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交税 那些低收入人群就不需要交税 你刚注意到我说的是 赚取了一定金额了吗 那这个一定金额 就是为了区别 要交税和不交税的人的 那这就是第三个问题 你赚了多少钱 开始就要需要交税了 那这个呢 是有不同的标准的 每年也有可能不太一样 还有不同的分类 什么单身 户主 已婚的联合申报 已婚的单独申报等等 这里面还要分65岁以上和以下 就拿去年2023年的报税来说 大概单身是一万三 已婚的夫妻是两万八 我这是指年收入 只要超过这个钱 你就必须要交税 我觉得这个标准 其实是很低的 你想想 就拿单身来说 年收入一万三 就相当于 每个月收入 只要超过一千一 你就得交税 是不是还挺低的 不过稍微人性化一点的就是 你的收入不一样 需要交的税的税率 也就不一样 大的原则就是 赚得多 交得多 赚得少 交得少 这就牵涉到了第四个问题 税率 说到税率呢 就要先说一下报税的时候 需要交的两大类型的税 首先就是联邦税 也就是交给国家的税 然后就是州税 也就是交给州政府的税 其实 交州税的时候 还要交各个县的税 先说联邦税吧 按照收入的不同 联邦税全国是统一的 它有七个级别 税率呢 分别是10% 这就是刚才说的收入 一万一左右的 是最低的税率 然后就是12% 22% 24% 32% 35% 最高的是 37% 这就是指收入达到 或者超过了 57万左右的人 要交的税 所以你看在美国 交税的人呢 他就像一个 橄榄球 金字塔顶端的富豪 和低收入的人群 是橄榄球的两个头 都是少数 大部分呢 是工薪阶层 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 这样的家庭 要交的联邦税呢 它的税率 大概是在30%左右 也就是说 比方 你一年挣10万美元 那交完联邦税 真正拿到你手里的 也就7万块左右 但实际上 并不是每个人 都能拿到7万块的 这还要分在 不同的州吗 因为还要交州税呀 而且在具体的 申报过程中 不同的家庭 可以申请不同的 免税项目吗 所以算下来 有的人能拿7万多 有的人比7万要少 最后 落到个人手里的钱 各家各户 都不一定一样 我说7万 只是 按照联邦税的税率 说个大概 罢了 你知道 美国各州 有各州的法律吗 税率 也是不一样的 对了 在说这个之前 我要先澄清一下 这个报税的税 指的是收入税 而不是在一般生活当中的销售税或者房产税什么的 在美国呢 一般来说 除了食品 你买其他任何东西都是要交税的 这个税呢 是销售税 各州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在美国首都 华盛顿特区销售税是6% 意思就是指 你不管买什么 在商品的价格之外 都要额外再交6%的税 这在国内好像是没有的 对吧 那目前呢 美国有五个州是免这种销售税的 这五个州是 阿拉斯加 特拉华州 蒙大拿州 俄勒港州和新汉布什尔州 不过我现在要说的州税 是和联邦税一样 都是指收入税 在美国呢 到二三年为止 有九个州是没有州税的 这九个州是 阿拉斯加 佛罗里达 内华达 新汉布什尔 南达克他 田纳西 德克萨斯 华盛顿州 是华盛顿州 不是华盛顿特区 和怀俄明州 当然了 有免税的州 就有收税很高的州 你猜猜 你觉得在美国 哪个州的州税是最高的 是加州啊 虽然这两年有点下降 但是去年 加州的州税 还是以 9.3%的税率 高居榜首啊 其次就是东部的几个州 什么新泽西 纽约 佛罗里达 这都是税率在前十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美国 东西两岸的生活费 特别高的原因 所以你看 在美国同样的钱 在不同的州 它的购买力是有很大差别的 就拿最著名的纽约市来说 那儿的人的工资的购买力 在美国76个大城市里面 排名是 倒数第一 这让我想起了 在很多年以前 特别红的一部电视连续剧 北京人在纽约 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就是 如果你爱一个人 就送他去纽约 因为那里是天堂 如果你恨一个人 也送他去纽约 因为那里是地狱 这句话真的就是纽约购买力 倒数第一的真实写照呀 哎 哎我刚说了 现在是到了一年一度的 报税季嘛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每年从元月底开始 到4月15号左右截止 都是美国可以报税的时间 那如果到了4月15号 还实在完不成报税 还可以申请延期半年 到10月15号 当然了 如果你不能够按时报税 那是要交罚款的 不过 如果你生活的地区 因为巨大的天灾 导致不能按时报税 这种情况倒是可以 自动延期 是不受罚款的 那报税呢 它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 相关的细节呢 我就不说了 因为我自己也真的不太清楚 不过我知道 不同身份的人 报税用的表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 公司报税呢 要用8879表 那有投资的呢 要用1099表 一般的工薪家庭 包括有收入的国际学生呢 什么的 那就是要用1040表 等等等等吧 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那具体到填税表 也就是报税 你可以自己填啊 也可以委托给专门的公司 去处理 我和我老公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嘛 家里的情况比较简单 所以每年报税都是我先生自己折腾 我是不会管的 我一个文科生就是想管也管不明白啊 反正呢 我家跟数字有关的所有的事 都是我老公的活 我虽然不管 但是我看他每年报税 也很头疼的样子 总是要拖到那个最后一个星期 才把所有的东西都搞定 感觉还挺难的 说实话 具体怎么报税我不太明白 我今儿就说一个 大概的过程吧 前面说了 个人所得税 按照收入的多少 交不同税率的税 不过交税的时候 也会有很多优惠或者减免的条款 你可以对照自己的家庭情况来申请 我说几个比较常见的情况吧 比如说你买了房 那你房贷的利息 是可以抵一部分税的 那你给慈善机构捐了钱和东西 那些金额也是可以用来抵税的 对 这就是为什么你常常会看到 很多富豪做慈善的其中一个原因吧 因为捐款越多 抵税就越多呀 还有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就是 孩子的学费 抚养费 教育经费等等 也是可以用来抵税的 其他的呢 比如说低收入家庭的免税啊 跟节能相关的支出的抵税啊 诶这个比方说去年哈 如果你买了新的电车 就可以申请到七千五的免税 就诸如此类的吧 那为什么要报税呢 简单的来说 报税就是要如实报告 你上一个年度的所有收入和相应的税 工资税呢 在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 单位呢 会按照你提供的家庭情况 和你的收入相对应的税率 预先扣掉联邦税和州税 那通常来说呢 这个预扣的税款和实际的税额 是会有出入的 那如果其他的收入 没有交预扣税的时候 就要在报税的时候 事无巨细的 一项一项的申报 最后呢 根据一年的总收入 计算出应该交的联邦税和州税 报完税以后呢 美国政府是不会去核实 每一个人的报税的 他们只会抽查1%到3%的人 一般来说 国税局势会相信 你会如实填报税表的 会用你报的税款和预扣的税款 做一个比较 多退少补 说起来我们到美国这么多年 我记得好像只退过一次税 大多数的时候 我们都是需要补交税款的 当然也有不多不少 刚刚好的时候 对了 这我要提一句的是 报税的时候 一定要如实填写各种收入 否则呢 一旦被抽查到你偷税漏税 是会有高达一二十万的罚款的 那如果你有意作弊的话 还有可能要做五年的监狱的 所以 报税的时候 一定要核实各种数据 千万不要填错了 嗯 好了 关于在美国报个人所得税的事 今儿我就先说这么多吧 在任何一个国家 税收都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大块 我记得中国以前是不交个人所得税的 对吧 但是近些年好像也开始交了 我不太清楚税率是多少 你要是知道的话 麻烦你在评论期 给我说一下相关的情况啊 哎呀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这是兔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 在这呢 我先给你拜个早年 祝你在龙年 安康快乐 幸福如意 再一次衷心地感谢你 一直以来的 陪伴 聆听和支持 生活呢 充满希望的继续着 咱们 也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